今天新闻焦点我们立刻带您关心 选举当前部分民众的情绪也跟着激动跟紧绷 台北就有热衷政治男子疑似对时事强烈不满 他居然是攜带爆裂物那么企图闯进 美国在台协会AIT抗议 而当时嫌罚一度对保决瑞暗示说 他要引爆炸弹这个爆裂物情势相当紧张 索性最后过报赶来处理的远警当场制服他 证实爆裂物只是假的虚进场 投弹安全帽被救护人员固定在单架上 警方在一旁借户就怕嫌犯会失控 因为他几分钟前拒打警车 还用脚狂踹车门奋力抵抗情绪超失控 位在北市内湖的美国在台协会 18号下午惊传有男子疑似带着爆裂物 要冲进AIT抗议 当场被驱委警逮捕 疑似是正论节目看太多 对时事不满想发泄情绪 没想到居然试图闯进AIT 还宣称自己手上有爆裂物 暗示要引爆 保全一听吓坏了立刻报警 好在对面就是派出所 远警火速赶到现场制服脱续男 下午在12点30分左右 我们接过到报案说 你是在AIT外面 有男子在滋事 那我们远警立刻到现场之后 发现是没有携带什么危险物品 不过他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 所以我们立即对他实施管束 那带回来之后后续将他送医整治这样子 不想被抓袭警 但嫌犯一刀派出所后 嚣张气焰全宵 打算装死到底 拒绝开口说话 局团体才刚落幕 拜席会结束后 台湾问题是否能迎来曙光 全球都在看 再加上接近九合一大选 任何风吹草动触动敏感神经 就已采生陈嘉明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